都能夠公開 所有不同立場 不同見解的委員 都能夠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公開討論 而且公開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想未來 所有的課綱正義 大家都可以在公開透明的方式 討論去找到一個最恰當的方式 而不是像鐘擺一樣 當A. 意識名態 白色恐怖意識形態 他就把鐘擺擺到一邊 然後又不一樣的意識形態 一直擺到另外一邊 那兩邊永遠擺來擺去 所以如果這個課綱委員會 沒有公開的話 我想都是未來 不斷的爭議的源頭 所以本席在這邊有兩個主張 第一個主張就是 以後所有的課綱委員會 我們都要求 未來的政府 一定要用公開的方式 來處理課綱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在目前的課綱正義 我們民進黨 我們鄭立軍委員 以及所有的人的連署 關於這個提案 我們也呼籲說 教育部 能夠迷途知返 不要執意妄為 能夠適當的 就我們的課綱 違討的問題 可以先暫行 停止 那未來520之後 新政府 一定會給大家一個 公平公正的課綱 的宣誓 來讓社會 有方向可循 有程序步驟可循 來得到一個 未來合法的人民 可以共同接受的 一個好的課綱 謝謝 接著請黃委員 國昌發言 主席還有本院同仁 我想今天鄭立軍委員 跟其他65位本院的同仁 所提出來的 這一項決議案 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攸關著 我們下一代的交易